这白鹿太多了 到处都是啊 这快到麒麟水箱了 还不到 还有四公里多 好壮观 早上出来觅食呢就是 这河边有几处免费的停车位 这倒挺好 这边都是有公厕 但是没开门 好了 到了 这就是麒麟水箱 它位于云南省的 区境市麒麟区 这是个国家四一级景区 这个景区很有意思啊 一会收费 一会不收费 不过不用管它 反正我是免费的 这个方向是景区的核心地带 听说还要另外收费 再往右边看 就是我们刚才过来的那条河 这条河太棒了 全都是白鹿 河的对岸就是 曲境市的麒麟区 麒麟水箱 其实就是一个 天原式的体验区 每年荷花开的时候 非常漂亮 是个夏天避暑的圣地 当然 也有很多人感觉一般 我的行程中 本来没有这一站 正好路过 过来看看 好了 飞白无人机 现在进景区看看 景区是大河 来的咋了就是好啊 景区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老乡说对面就开始另外收费了 就是走路 和这边都一样的 是是是是 也没什么玩的 现在这个麒麟水箱挺有意思 它右边这个停车场就收费的 左边这个就不收费 本地人才知道 刚才告诉我的 然后 刚才我不是飞一下无人机吗 我觉得那般 另外收费的 八大半之前虽然可以免费性以外 也不想逛 嗯 还不如这个 呵呵 不另外收费的 这就像水也好玩 这个当地人很有意思 走路 走路还有另外收费 呵呵呵 他可能也不明白 也还景区是怎么操作的 但是 大概情况就这样子了 其实它外边比景区里边也好看 外边的鸟更多 和两片全都是白鹿 还有什么这个 其他什么什么 灰鹤之类的 GPS定位中 GPS信号正常 哎呀 坐在车里面这会儿都能看见 真漂亮 看看 那个灰色 它这个一条河全都是这样 哎太多了 哇 瞧一下密密麻麻的 全都是 嗯 今天的早餐 在一个路边店里吃的 也是十块钱的米线 今天早上六两半就起来了 到那个麒麟水箱 7点吧 7点 说实话吃惯了这个粉 觉得面条不好吃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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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